壞掉的家電用品您知道最後都去了哪裡嗎 陶淵市環保局輔導業者成立了回收公司 將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還有冷氣機等家電廢四機 進行完全的拆解之後呢 再回到製程中 不但是有效的減少垃圾量 還能讓垃圾變黃金 我們只知道電器用品壞了就更換 但是這些壞掉的家電用品最後去了哪裡 你可能不知道 他其實是進到拆解廠進行拆解 最後透過機器分選成為二次原料回到製程中 業者拆解的電器用品是電冰箱、電視機、冷氣機以及洗衣機 又稱為廢四機 頭端必須先經由人力拆解 後端才透過機器分選 如此可以回收得很乾淨 避免掉資源的浪費 拆完以後有一條輸送袋 把這些物料把它送到後面 做一個分選的動作 那冰箱的部分大概有發炮冷媒跟系統冷媒 那系統冷媒大概就是我們提到就是壓縮機裡面的冷媒 那因為它在管路裡面 那抽取以後就進到後端的破碎機去做一個破碎跟分選的動作這樣子 台灣是IT大國 台灣製造的電腦全世界數一數二 市佔率約六成到七成 更應該成為資源回收的領航者 在政府的鼓勵下 國內十家知名家電業者 共同成立這家綠電公司回收資源再利用 有效解決廢棄物堆滯的問題 破碎完了以後 它還有各個分類 用這些東西把它更處理 把它們要的東西去做 最後不要的東西 像最後玻璃籤 玻璃粉這些 那怎麼去利用再用 這就是一個循環經濟最重要的課題 大部分的費4機元件 屬於生命週期長的物品 無法在環境中自然分解 因此必須透過回收機制 避免讓冷煤 螢光粉 電路板等有害物質污染環境 這不單是台灣 也是全世界都應該面對的課題